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看第二十二条文 散善意 得一分的诗文 散善意前面都讲了八条文了 后面还有五条 这个大家可以参考705页圣教集 704页经文是这样说的 说是与实 这个说是与实 因为这段经文是在观经的最后 所以如果我们看文字呢 以为说这就是观经说完了 散善意大人在这里说什么呢 总结前文身后得意 总结前文就是前面所讲的 十三定官三福九品 这一切做一个总的总结 所以这一段话未必就是说是在说完了 十三定官和三福九品最后才说的 而是说呢前面所有这一切文当中 他要叠前文 身后得意就是后面讲的这个得利的 所以这个说是与实的时间点啊 上海大师把它判为两个时间点 第一个 威提西与五百世女文佛所说 硬是其见极乐世界广常之相 那这个呢 他判是在于上光台中见极乐之相 不是说在经文的最后 威提西与五百世女又见了一次极乐世界 是在续分的地方 释迦牟尼佛光台献国 不过把那个地方的话呢 移到最后来讲得意的时候 总结在一起在这里讲 然后第二呢 时间点是得见佛生结二菩萨 心生欢喜 叹彼曾有 豁然大悟 待无生人 这个呢 是说明夫人与第七观之初 见无量寿佛时 即得无生之意 那么这有两处见 即见极乐世界广常之相 还有得见佛生结二菩萨 这就是见国和见佛 经文说了两句 那么大师呢 叛为两科 时间点是两个点 那力是不一样的 光台见国呢 就是要门 心目愿生 做官见佛呢 就是宏愿 得无生之意 下面说 五百世女发 六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愿生彼国 请问这里的三六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也就是 跟三星有什么关系 回去自己考虑 那么后面再翻过来 无量诸天发 无上道心 这个无量诸天发的无上道心 跟五百世女所发的 阿露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有没有区别 回去自己考虑 所以这 以上大师的解释和经文的 说明啊 也是分得很清楚的 见国显要门利益 见佛呢 显宏愿利益 第二三条文 得一分七 稀奇译文 也就这一段 七百零六页 从无量诸天以下 证明前厌苦园中 示范护士诸天等 从佛王宫 凌空听法 这个无量诸天是哪些呢 就是在厌苦园当中的这些 帝士天啊 大梵天啊 护士诸天啊 这些 跟着佛一道来到 王宫里边密护 凌空文法 那么他听到什么呢 底下就讲了七句 这个叫七 稀奇利益 或见世家豪广转变 或见弥陀 或金色灵仪 或闻九品网生书役 或闻定散两门俱舍 或闻善恶之行其归 或闻西方净土对目飞远 或闻一生专精绝志 勇于生死分流 此等诸天 基本如来广说稀奇之意 各发无上之心 这就有七句 这七句啊 其实是两两对应的 第一句 或见世家豪广转变 和第二句 或见弥陀 金色灵仪 这是两句 对称的关系 那么第一句豪广转变 就指什么呢 光台献国 世家摩尼佛 光台献国 豪广转变 把一切诸佛净土 收射在光台当中 弥陀 金色灵仪 讲的就是 第七观 坐观 无量收佛 助力空中 所以豪广转变 是代表 光台建国 要门教体 弥陀 灵仪 代表 坐观 建佛 宏愿教体 要 宏二门 很清楚 九评网纹书 先放这个地方 底下 霍文定散 两门聚舍 这是什么 腰门 很显然嘛 定散两门聚舍 接下来 霍文善恶之行 其归 宏愿啊 一切善恶 凡不得生者啊 这就是两句的分开的 它意思一定是 有所差别 也是对称的 接下来 霍文西方净土 对目飞远 这指什么 药门 西方净土对目飞远啊 那你可要求往生了 我愿意去啊 好像二和白道 两岸相聚 百步之遥 很近的 这极乐世界 你往生是很容易的 但是一个概念性的 往生底下讲什么 获得一生专精绝志 勇于生死分流 这指宏愿 专精念佛 决定求生 永远离开生死轮回 决定往生西方净土世界 所以这个就是非常清楚 西方对目飞远 就是药门令人心目 勇于生死分流 宏愿 毕竟得生 下面呢 就有问答 两重问答 说如果要显药门宏愿的话 何必这样文句重叠呢 反复累赘呢 这个并不是重复 并不是简单的重复累赘 比如第一个两句话 豪广转变和金色灵仪 它也分药门宏愿 一共有三个层次 那么这第一个层次呢 它是显明六根向好说法的 它是显明药门教体和宏愿教体 就正在光台建国和做官建佛者当中 所以这个是必须要说的 如果这个不说的话 那么这个六根说法 药门和宏愿的教体就显示不出来了 这个必定要有 那么底下二和三呢 它是口业教界说法 口业伦所说的 那么也显示他们之间的关系 这后面都是从 比如定三两门居舍 是豪广转变 还有这个 西方净土对目飞远 那不也是豪广转变吗 这个维提西夫人眼睛就看着 就在释迦摩林佛头顶上 对不对 他这个都是从 释迦豪广转变派生出来的 定三两门居舍 西方净土对目飞远 不过前面是见着 这个地方是听闻 闻到的 就前面是释迦神力所显现 后面是释迦教力 教法之力 我们后代末法众生 是听闻而得到的利益 那么从弥陀经色灵异当中 那就说 善恶之行其归 一生专精觉智 勇于生死分流 这个就从这一句相应的 那后面两种口业教界伦呢 它又分为两个层次 一个呢是显射击 第二简行密 这个定三两门居舍 所舍的击啊 就是善击 不过分为定击和散击 善恶之行其归呢 这弥陀宏愿所舍的机更广大 不仅舍善机 也舍恶机 舍机 那么从利益来讲呢 下面这第三层 这都很清楚啊 有舍机有刑法 就叫利益了 所以它的次敌关系是很清楚的 要门呢 就讲它的利益啊 就是心目 对目飞远 宏愿的利益呢 就勇于生死分流 接下来也问一句 那么你这个七句里面就讲了六句啊 还有这第三句 或门九品往生输义 这句到底属于药门 还属于宏愿呢 这句啊是笼统的 九品都是由门药门之教 入宏愿一向专称而得往生的 所以九品呢 它包含两个 药门宏愿都有 门药门教 入宏愿一向专称之行 它所不同的是 前六品设善机 后三品设恶机 所以九品的义礼啊 它分布在 其余六句当中的 这么理解 好 我们再看第二次条文 散善意流通风 炼观比较文 这经讲完了 阿南就起来了 和掌问佛啊 世尊呢 这部经要叫什么名字呢 这部经的要点 应该怎样愈何受持呢 佛就答阿南了 先讲经名 这个经名立了两种 第一个就是以 观佛三昧为宗的立名 观极乐国土 无量寿佛 观世音菩萨 大师菩萨 第二个立名 应该就是就 宏愿来立名的 念佛三昧 进出业障 生诸佛前 当然观佛也能进出业障 可是我们念佛 一生灭八十一节 生死重罪 五十一节生死重罪 那既然把这个观佛 跟它对应的来列 就显示 这本身的经文 本身的经的名称 就有两种 那么上海大师呢 他才在解释 佛说无量寿观经的时候 就无量寿 三个字解释为 所念之名 和所观之境 那么接下来呢 第三 第四 念观比较 行此三昧者 现身得见 无量寿佛 接二大事 那这句话是 接到上面 第一个经名所来的 观极乐国土 无量寿佛 观世音菩萨 大师菩萨 你行这个三昧 你现身就可以得这个利益 这一句 接下来这句 若善男子及善女人 但闻佛名 二菩萨名 除无量寿生死之罪 那尽出业障 这是但闻名 尽出业障 是顺着第二个经名来讲的 尽出业障 身足佛前 何况意念 那么这一段呢 科上面的梅柱 写的念观比较 那么怎么叫 念观比较呢 行此三昧者 现身得见 无量寿佛家二大事 这是讲观佛三昧的利益 下面就是讲 念佛三昧的利益 念佛三昧的利益 它是讲了两重 第一个 若善男子及善女人 但闻佛名 二菩萨名 你只要听到 就出无量寿佛生死之罪 接着第二 何况意念 就是有两重利益 只要听到就灭 无量寿佛生死之罪 灭无量寿佛生死之罪 和前面那种 现身得见 无量寿佛 结二大事 这个话讲到这个地方 就停了 就说观佛三昧 他所得到的利益 是现身见佛 当然见佛也可以 也是灭罪的 不过这里是明确的说了 你只要闻到佛名 二菩萨名 你就没有见到佛 也是当下 出无量寿佛生死之罪 何况你念念意念 那么这个利益就更大 这是比较 跟观佛三昧的利益相比的 所以我们看 善亚大师的解释 翻过来708页 四 从行此三昧者 下至何况意念以来 证明比较显盛 劝人奉行 比较就是念佛 跟观佛两个相比 显示呢 念佛更胜于观佛 这叫念观比较 那么劝人奉行 奉行什么 奉行念佛 所以底下就说 若念佛者 世人当之此人 则是人中分度利花 是念观比较之后 然后推充念佛 就不太讲观佛了 先是念观比较 然后念佛绝比 就不再比了 就没有得比了 一名总标定善 以利三昧之名 什么叫总标定善呢 就是说 行此三昧者 总标定善 就是说散善 也归服于定善 不过这里呢 散善就不提了 因为定善 作为总的代表 利三昧之名 就行此三昧者 二名 以观修行 己见三昧之意 现身得见 五量是佛 其二大事 想这一句 三名重举 能行教之机 这句话很妙的 所以我们前面 都加了一个梅柱上面 重举就是 若善男子 即善女人 能行教之机 这话 可能不太好懂 这就是说 前面虽然在修定善 但是呢 到这地方来念佛的时候 那么定善就成为教法 也就是所谓的定善为教 而来念佛的人 就是行 能够奉行 定善之教的根基 就像我们在 散善意当中所说的 这个释迦佛啊 据说定善两门 教卑不须 何机得寿 然后说了 犯法 即无信 罢难 即非人 此等不受 除此之外 一心幸乐 信愿 这个愿生彼活 上进一行 下受识念 以佛愿力 末不皆往 那就是也是以念佛之人 为能行 能行教之机 所以这里方呢 又把它举出来 重举能行教之机 这个都是很有意义的 第四呢 正名比较显胜 这下面才是比较 来显示他的殊胜 这跟谁比啊 跟前面那个定善三妹来比的 但门三生之号 上面多结罪显 只要听到三生 就是无量受佛 观世音大师制的名号 都能灭掉无量劫 多劫之罪 何况正念归一 而不获正也 正念归一 那你就是获正什么 获正德往生 这个意思 那么这里边 拿念佛跟观佛相比较 观佛三妹 也就属于要门 念佛三妹呢 就属于哄愿 显示念佛三妹的殊胜 劝人专称弥陀佛名 所以观见佛生 属于观佛三妹 文明意念呢 就属于念佛三妹 这是比较很显然的 我们再看第二十五条文 第二十五条文呢 叫做念佛诀比文 我们看观经啊 根据善导大师的解释 就像吃甘蔗一样 吃甘蔗从表上吃起 又往底下吃怎么样 越吃越甜 这观景你越念念这个地方 你不是越念越有味道吗 你不是觉得 哎呀好了 我现在成神中分度力花了 你看 你现在是念观比较 念佛绝比 善导大师解释 从若念佛者 下至身诸佛家以来 正显念佛三妹 功能超绝 实非杂善 得为比类 前面是探圣奉行 劝圣 比较显圣啊 劝行 这个地方呢 就不再比了 念佛三妹功能超绝 实非杂善 得为比类 杂行杂善 没法相比 所以指出呢 五种家喻 那杂善就指定三二善 属于药门 观佛为宗 念佛呢 就指弘愿专称 这是以药弘分叛的理论 才有念佛杂善 这样的对比 它就是这个 行门呢 是从教门 一顺而来的 再看第二十六条文 散善意流通分 要红费力文 哦啊 这最甜的地方了 我们所要解释的 就是这一句 善来虽说定散两门之意 妄佛本愿 意在众生 一向专称彼陀佛内 这句话 就整个观金书的总结论 那么三二大师呢 他是根据经文 阿南如好之事与 吃事与者 即是持无量寿佛明 这一段经文 也是回答前面 阿南问的 此经之药 当云和受持 这部经 它有两个问题吗 当云和明此经 此法之药 当云和受持 所以云和明此经 说了两个 一个是观极乐国土 无量寿佛 观世音菩萨 大师菩萨 一个是尽处业障 伸诸佛前 所以伸诸佛前 和下面所讲的 伸诸佛家 当做道场 伸诸佛家 这是一样 那么这个伸诸佛家 是哪种人呢 是念佛者 当之此人 则是人中奉托利花 观世音菩萨 大师菩萨 为其甚有 当做道场 伸诸佛家 所以这个 净除一帐 伸诸佛前 他也就指 念佛三昧 这非常清晰 那么为了来讲 这个此法之药 云和受持 释迦牟尼佛呢 用了两段 第一段就是 念观比较 所谓的 显胜 劝行 先是念观比较 说观佛也不错 心思三昧者 献胜得见 无量是佛家 二大事 不过还更殊胜的 这 若善男子善女人 但闻佛名 而菩萨名 除无量是生死之罪 何况意念 这事呢 先比较 接下来就不比较了 直接就念佛来说了 若念佛者 所以这个 这两 这念佛者是 顺着前面 这显然和前面 那个观佛是不一样的 行词三昧者 献胜得见 无量是佛家 二大事 然后再讲念佛 说但闻佛名 皆而菩萨名 何况意念 这个意念 显然是指 意念佛名的 对不对 闻佛名 何况意念 接着就说 若念佛者 这个念佛跟观佛 就有区隔了 当知此人 则是人中奋多利花 观世音菩萨 大事实菩萨 为其圣友 当作道场 伸诸佛家 然后说 念佛三昧 功能超绝 实非杂善 得为比类 不能相比 好 然后经过 这两弹的铺垫 底下就说了 佛盖难 如好吃是鱼 吃是鱼者 即是持 无量寿佛名 所以释迦牟尼佛的 讲法圆满 把你心里面 收拾得干干净净的 如果没有这些 比较过度的话 一下子叫你 持无量寿佛名 可能还在 耿住了一样 通不下去 给你小脖子 骂得六顺 先念观比较 然后念佛绝比 然后说 持无量寿佛名 所以这句话 这句经文 塞尔大师在这里看 那是演技雪亮 吃是鱼者 你要好好的受持 我所讲的这部观经 如好吃是鱼 那我讲的观经这么长 有十三定观 三副救病 到底是什么呢 持我所讲的佛语 即是持无量寿佛名 你能够把这句 无量寿佛名 念念不舍 一词的话 所有的观经 定散之教 定散二善的功德 一切都包含在里边了 所以定散二善 他不再复处了 只是复制 复复 持无量寿佛名 那么塞尔大师 做这种解释 是一种 我们说画龙点经 一锤定音 就说 上来 虽说定散两门之一 前面虽然讲那么多 定散散散 回向求生 心目净土 望佛本月 释迦摩尼佛的心 讲这些的时候 他都是望着 阿弥陀佛的本愿 并不停在那个地方 不停留在 定散两门的地方 他的意思什么呢 是让众生一向 专成弥陀佛名的 所以到最后 亮出底牌 持无量寿佛名啊 你看从这个地方 跟释迦 跟维提琪夫人 一开始问的时候 不是 这不就是 一个大班转过来了吗 维提琪夫人 当然怎么问的 唯愿如来 你教我思维 教我证寿啊 释迦摩尼佛 教你思维教 慢慢教 教他后来说 持无量寿佛名 这句 那维提琪和阿难也听懂了 叫皆大欢喜 所以这个呢 叫做要红费力 也是观念费力 就观佛三昧 费舍 练佛三昧 确立 虽然讲要红二教 归于红愿一教 念观两宗 会归 念佛一宗 这整个观精的一个大的 一个大的纲要 大的一个思路 就是这样子 那么上海大师呢 把它解释得非常明了 所以我们也举了比喻 从一开始 要红分叛 那个时候呢 就是兵分两路 但是整个的讲解 都从要门开始讲起 讲得很热闹 讲得很多 很丰富 然后要门十三丁观 散散散散散散服 怎么怎么样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别看一支红愿 所以别一支红愿 就好像打仗一样 这边呢 枪身大作 这个就吸引了很多 兵力过来 结果呢 另外出一道骑兵 包抄过来 所有定善凡夫 散散凡夫 乃至恶人 这个宏愿 一下包抄 到最后这个地方 就是要么和宏愿会和点 向来虽说定三两门之一 万佛本愿一代终生 一向专成弥陀佛名 一网打尽 一下子包抄过来 整部这样的观经 你看他的思路 观经书善导大师所解释的 他非常的明了 而且完全顺服了释迦牟尼佛 开讲观经的一个次第和思路 我们看讲义 始自要红分叛 终至要红费力 要红二门 练观二宗 挣扎二行 定散练佛 发浅召唤 释迦和弥陀 见国见佛 愿生得生 两两对应 一道归真 什么叫两两对应 要门对 这个有图表的了 你们都知道了 一道归真 最后呢 要红二门 归于弘愿一门 念观两宗 归于念佛一宗 正扎二行 舍杂归正 定三念佛 归于念佛 发现召唤 还是听弥陀的 这个愿力百道 释迦弥陀也归于弥陀之教 见国见佛 最后落于见佛 得生利益 愿生得生 最后是往生净土 所以这个叫一道归真 前后呼应 首为一贯 从一开始的蓄提门 到最后的流通分 这是前后呼应的 一贯的 脉络清晰 意义明显 这样子说下来 如果还不清楚的话 那就是还不清楚 没有办法了 如果不认识 要红二门叛的眼目 就难免笼统 混 小 错会 祖义 对祖师的意思 就会错误的理解了 下面这张图表 这张图表 大家回自己看 也就是把前面26条文 把它列成一个图表 哪个属于要吗 哪个属于宏愿 也是一目了然的 我们看26页 问答事宜 问 这一共有七个问答 有人说 要门 俱设 定在二门 十六关 是这样吗 语意不明 就说他这句话说起来 不是非常的明了 不知道他到底是要说什么意思 我们只能推 推七意 大约以要门 即是定三二门 这个讲得不错 定三二门即是十六关 所以他作词连续而说 那么要门就定三二门 定三二门就十六关 他就说了起来 他就说了起了 要门 锯设 定三二门 十六关 虽然是这样的意思 但是如果准确地表达 这么说 要门 锯设 定三二门 更通 十六关 那么加个更通两个字 跟他有什么差别吗 这说话都有反映他的一个意义 要门 定三二门 这个呢 为祖师示意 别立的名目 要门也是祖师所立的 定三二门 在关经里面也没有这个词的 也是祖师所立的 两者有互相对等的关系 所以可以说呢 因为他这种别立的名目 对他自己特别表达的意涵 其要门者及此关经 定三二门事业 这个很显然是完全对等的关系 所以可以说 要门锯设 定三二门 这没有问题的 前面这句话 我们分为三段 要门 定三二门 十六关 那么要门和定三二门 是完全对等的关系 所以可以说呢 要门锯设定三二门 但是呢 要门与十六关 并非完全对等的关系 为什么 要门除了十三定关之外 他还有 尚有起于一切 西律灵心的定善 还有三副业以外的 非恶修善的散善行 就十六关的内容比较狭窄 十六关就是十三定善关 还有三副 这个九品的散善关 但是要门 上达大师用这个词 他不限于十六关 他比十六关的内容 更加的广阔 因为要定善是 这个西律灵心 散善是非恶修善 他定这样的名目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以这个定三二行 总设一切诸金的 无量杂行 可是如果你把它完全 跟十六关对等的话 这个就漏掉了 就是涵盖不了 十六关不能完全涵盖 那么就十六关来说呢 这是从药门跟十六关 不能完全对等 那么从十六关来讲 他也跟药门不完全对等 十六关不仅由世家发潜的药门 也有弥陀召唤红愿 所以你药门 就完全跟这个十六关对等的话 这之间呢 就是互相之间都有参差 我这样讲 大家明白吗 十六关 有世家发潜的药门 其中也有弥陀的红愿 那如果说药门 就完全聚设十六关了 那是不是排除红愿在外呢 诸师不做此判 笼统而说 所以只及观佛三昧为宗 夸胡药门 这个诸师说讲的观佛三昧为宗 在善导大思想里面 大约也就相当于药门 我们说大约相当 因为善导大师他判药门 他是有一个指向目标的 所以不能说完全相等 善导大师讲的观佛三昧为宗 和诸师讲的观佛三昧为宗 是一样吗 不一样的 善导大师讲的观佛三昧为宗 他是要指向念佛三昧为宗的 他是两三昧当中 两宗当中有一宗 那么诸师讲的就是观佛三昧为宗 他没有别的了 所以他两个是不一样的 大师特作此办 分明而说 今此观境 即以观佛三昧为宗 亦以念佛三昧为宗 所以这个十六关当中 其实有两宗 也有 以我们宏愿 就是释迦发钱和弥陀召唤 两种内涵 所以不可以要门即十六关 你不能说要门就是十六关 它两个内容是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是包 就像两个圆 这两个圆不是完全的 吻合的 不好像这个圆套上一个圆 完全 我这个圆圈跟那个圆一扣 不是这样 它是交叉的 中间有那么一个地方是 是两个圆 比如这个圆这个圆 它是交叉性的 有一块地方是公用的地段 交叉的 但是呢 它不是吻合 跌上去的 你完全跌上去 像药门跟定赛二扇 定赛二门是完全重叠的 但是跟十六关来讲 它不是 它只有一部分交叉的地方 十六关本身 有药门的地方 就是交接的 但同时呢 它还有 还有这个 弥陀 召唤 就不在 药门当中啊 那么药门呢 也有十六关 不能包含的 药门所讲的 这个定级西律灵星 就超过了 十三定关的内涵 散级非恶修善 也超过了三幅 所以他们互相之间 都有 不相重叠的地方 那怎么能够完全 涵盖呢 所以不可以 药门即使十六关 更不可以 以药门 拒设十六关无余 好像药门把十六关 都涵盖没有了 以此来说明 更无弥陀别意的宏愿 药门就是宏愿都在里边了 它是要说明这个意思 这样的话呢 那就错了 若做此解 起步即错 势必 一步错 步步错矣 你这开头就错了 往底下 毫无疑问 因为这两个界限 都已经模糊了 第二问 第二问是就了第一个问来的 你更通十六关 和巨射十六关 有什么差别呢 药门更通十六关 不防宏愿 也更通十六关 两不相防 药门是贯穿十六关的 这是没问题的 宏愿也是贯穿十六关的 更就是 这个也是通的意思 如果用巨射 用这个字 并且加以排除之意 说我药门已经是 把十六关都包含在之内了 再没有什么 红严不红严了 如果有这样的想法的话 以药门巨射 已经进了 更无红严 这样就防害了 那就是把红严排除在外 变成妨碍 妨碍 所以不同 如果讲更通的话 没有关系的 你像这光一样 那么你的光 变满这个房间 是蜡烛的光 那我点一个蜡烛的光 也可以变满房间 那都可以的 若我蜡烛的光 把这个房间都占满了 你不要进来 排除出去 那就不是那回事 所以它都是变满的 药门是变满十六关 红严也变满十六关 这样用更通这个词 就不会有误会 第三问 有人说 定散二门 总设净土法门的 一礼于行持 是这样吗 这话也是要 因为说话 它的立场 它还表达的意思 总是要我们揣摩 推其语气 总设二字 似乎一指 寒净无余 他用总设两个字 大概就是说 它已经包含干净了 没有别的了 定散二门 都已经把净土法门的 义力和行持 通通包含在内了 此外没有了 恐不然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不是这样子的 先讲义力 如果定散二门 已经总设了 净土法门的义力 那么安乐能人 显障别一致宏愿 就是多余的 对不对啊 那已经总设了嘛 那就不需要讲了 世家 这个朔博画祖 广开净土之药门 净土药门 已经总设了净土法门的义理了 还有它的行持 那安乐能人 显张别一致宏愿 不是多余一句话吗 那就不需要了 祖师妙事 缺成断头语 怎么叫断头语呢 何以故 因为祖师 对于药门的解释 他讲到哪个地方 他说 即使观金定散二门事业 定怎么样 散怎么样 回思二行 求焉往生 到这个地方 他就不说了 不明得生不得生 苏世敬义 岂有如此体力 如果说药门 已经包含了净土法门 所有的义理 那么祖师解释经义 怎么会到这个地方 就不讲他得生不得生 就说 回思二行求焉往生 哪有这样的一个体制 哪有这样的一个例子 没有这样的先例 你说 哎呀 那个这地方 可怕是简略了吧 若以此处只是简略 身心事当中 有这一句话 决定身心 释迦佛 说此观金 三副九品 定散二善 这不是讲定三二门吗 正战彼伏 一正二报 使人心目 也是简略乎 他也不说往生不往生 就说 只说使人心目 你说一个地方简略 两个地方简略 三四五个地方都简略啊 那么长到这样 不再往下去 这不是断头话吗 话就说了一半就没有了 就可见得 故知定三二门 设意不尽 定三二门 他讲净土法门的义理 在另一方面就没有了 他不能代表 必代宏愿 方位圆满 一定要有宏愿 才说他一切上 反复得生者 这个得生才能出得来 这个才圆满 不然的话就断头语 就放了一条就没有了 否则 只有释迦此方发浅 不闻弥陀彼国召唤 启程净土法门 如果以二合白道语来讲 那就说释迦摩尼佛 说了一句话 底下没有了 因为义理都全部圆满了 说仁者决定寻此道前行 必无死难 若助即死 底下就没有了 就闻了此方发现 对方的召唤没有 这个叫净土法门吗 因为为什么净土法门 要么已经 总设了净土法门 所有的义理 那就没有了 不是这样 我们再看行齿 如果定三二门 总设无余 那么一向专称 置于何地 如果一向专称 其包含在定三二门之内 你说定三二门 总设这个毅力和行持 已经总设了 总设了 那么一向专称 放哪个地方呢 那说也在定三二门之内 如果放在定三二门之内 说设置干净了 逻辑上讲得通 但是呢 跟善导大师的解释 完全相反 因为善导大师 他怎么解释说 他说 上来虽说定三两门之一 望佛本愿 亦在众生 一向专称弥陀佛明 在定三两门之外 别有一向专称 文艺显然 这个文句和意思是明显的 就说在定三两门之外 还有一向专称 那你说定三两门 已经是把净土法门的 毅力和行持的包含干净了 那一向专称往哪里放啊 那么释迦牟尼佛 这个迷途的宏愿召唤 又怎么算了 这些都讲不通了 好 我们今天 到这里 好 好 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